今天呢跟房主去收一个刚驱赶完租客的房子 这个房主买这个房子大概十年了 租客也住了十年 总共呢大概要开一个半小时在很远的地方 其实呢心里也有准备去看看房客住了十年 又赶走了房客现在房子的状况是什么样子 十年以来呢这个房子的房价大概翻了四倍 租客如果不付房租呢是赶得走的 只要用对了方式和方法这个时间其实也不长 我现在呢已经快到了这路边都出来闲人掌了 大家好我是在洛杉矶做房产的Chris Liu 这个房主呢还是蛮幸运的 看起来呢用了这一片不错的一个管理公司 从房客不付房租到被赶走 判断这段时间呢还是严丝合缝呢还是蛮顺的 现在呢咱们就到了这个房子了 做好了心理准备进去看一下 现在呢来到了车库 这个房子腾空了之后呢 其实会遗留下很多东西 这个要有专门的公司来打扫 另外呢像这张纸 这是一个命令 也就是说租客不能再进来了 所以呢这个纸呢要么你贴到房子外面 如果担心被撕走的话 那么从房子内侧的玻璃贴上去 都是OK的 这个呢就相当于一个保证了 也就是这个房子目前已经是没有第三方居住权的一个状态了 这边的工人呢还在清理这个院子 这个院子到处都是这种土 其实根据墙边的痕迹判断呢这个地方原来应该是有土层的 并且上面是种的东西 但是呢这个土层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了 也就上面那层土没有了 露出了下面的土 现在呢进到了房子里面 先不用看这个屋子的状况 肯定是很脏的 我们呢首先要看这个大件 大件呢就包括水电器还有下水 接下来呢我们要看的就是空调还有卫生间 如果这些都没问题的话那么恭喜你至少这个房子是没有大问题的 因为这个房子呢住了十来年 那么它的地面肯定是要换的 而且很多地方都是要修的 这个是本来就应该做的 所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你看这些台面都是比较老的 如果要卖的话肯定是要重新弄一下 这样的话看起来会好很多 比较头疼的呢是这个院子要重新的种草 好在呢它这个自动喷灌系统是有的 所以只要走管子 然后铺新的土 重新撒草籽就好 上了二楼之后呢 这个地面就不用看了 这个肯定是要弄的 另外呢墙壁上有破损什么的 这个刷一刷就好 这个也不是大问题 卫生间的这些砖呢 它跟墙之间的接缝之类的 然后它要重新的打胶 另外呢还涉及到一些 比如说瓷砖纹路的这个修复什么的 这些活呢就是比较多比较杂 但是这些活呢 不用请特别专业的装修工人 一般的工人都可以做 所以呢也不会太贵 总的来看呢整个屋矿还是不错的 其实我们有时候看到的很多翻新的房子 它里面呢有一些房子之前的屋矿还不如这个 这个房子的更换维修清洁还是比较快的 就是那个槽子长出来可能要有点时间 大概一个月之后呢 我想这个应该就可以焕然一新 OK咱们就体验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和关注 更多的问题呢欢迎单独问我 咱们下次接着聊